特朗普表态追责 意味着中美关于疫情源头的博弈进入了深水区 而且有大转折的迹象 从博弈方面说 我国的反击打到痛处 新闻联播关于反击蓬佩奥的用语 失去做人的底线 这句可谓是打到痛点 这是暗示性用语 虽然非常含蓄 但国际分析家们能够从这句分析出很多内涵性的内容 说明中国至少抓住了蓬佩奥的把柄 由于中国反击到特朗普身边的进程 如果持续深入 再翻腾下去 说不定会找到蓬佩奥更多的行为 这样特朗普是摆脱不了干系的 特朗普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不可能束手就擒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的防疫政策 暗地里执行的群体免疫可能重创美国 由小流感到大爆发 到今天的失控 美国感染人数是个无底洞 美国因此可能崩盘 整个国家带病上岗的后果 是感染人数无节制的上升 一旦出现失控 如果特朗普不能连任 他的前途将会非常暗淡无关 这是他赤膊善政的根本原因 美国面临这样的一种前景 被疫情反包围 疫情之初 美国的剧本是利用疫情将中国与世界隔离 现在翻过来了 如果其他国家疫情完全控制 美国控制不住 美国就成为了世界唯一感染源 到时候 美国会被世界反隔离 这个前景是美国无法冷受之痛 所以美国现在做法就是干扰世界团结抗议 让疫情在全世界狼烧 以免美国陷入被反隔离的地步 特朗普现在就是利用这个前景 将民主党的军 以美国利益保障向民主党施加压力 下一步 特朗普策划美国修改外国主权 过免权条例 让民主党站队 所以中国要有全面的思想准备 现在就要对美国在中国的资产进行评估 如果美国出现扣押中国资产情况 作为对等反击 从英国关系上说有两点 第一是中国加大反击力度 形容蓬佩奥失去做人的底线 第二是特朗普表态 这两个信号 说明了美国面临的局面也具有大风险 因为美国提出调查中国 中国已经提出了对美国要反调查疫情来源 这种对的让美国没有有力的抓手 而加拿大则不存在中国反调查的问题 所以它跳出来为美国党舆论之当 我认为加拿大受到美国的指令 被命令要现在站出来替美国阻挡中国的反击 原因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反击都是击中要害 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辩解都参白无力 而且随中国摆事实讲道理 将中国防疫线从2019年12月27旅 一直旅到3月25旅 从1月23旅分成到3月13旅 美国全面爆发 这50天美国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坐等疫情加重 说明了最初美国病毒专家欺骗了特朗普 甚至可能是蓬佩奥有意的欺骗特朗普 让蓬佩奥完成他的疫情拯救美国战略 让他失败了 所以新闻联播才反击 他失去了做人的底线 美国尤其是蓬佩奥快支撑不住了 需要小兄弟出来挡一挡 美国需要转移视线 加拿大展出来正好吸引世界目光 看中国与加拿大的博弈 中国以蓬佩奥为反击对象 直接地指出了他的行为 突破了做人底线 这在外交用语中是非常重的话 说明中国知道他做的事 而且明确指出 他用中央情报局那套办法 做事突破做人底线 世界各国都明白 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事分割 也就是说蓬佩奥已经被抓住把柄了 这种外交反击是非常的 几乎是翻脸的地步 中美现在完全失破脸皮 对美国未必有利 美国需要加拿大给美国争取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要么完全的失破脸皮 与中国关系全面恶化 现在美国疫情如此严重 失破脸皮的后果是什么 美国清楚 但反应物质的供应就够美国喝一壶的 另外继续下去 中国反击手段可能会越重 美国真的是敢于接受这个结果吗 中美如果现在全面对抗的话 代价是什么 美国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代价有点大 而且美国疫情还没有全面爆发 估计五月还逐步分款增加 而加拿大出来抵抗 负面作为不会这么大 所以让加拿大出来抵挡 美国有喊话其他盟友的意图 罐图让盟友涉及加拿大 这个方面中国反击一定要落到实处 而且要有针对性 精准性 力度一定要有威慑力 否则下一步就可能很被动 欧美各国在疫情刚刚开始时 看热闹看笑话 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 但当疫情反噬他们时 开始手足无措 采取了最低级的全体免疫 虽然后来被他们否定 但正是早期的不作为 后期的少作为 直到无法作为 导致了疫情失控 美国政客包括特朗普 蓬佩奥 纳瓦罗之流 最擅长的是煽动普通老百姓的情绪 制造对立来掩盖治理方法的无能 但疫情失控是无法掩盖的 加拿大在这方面与美国同名相连 美国失得 加拿大跟着倒霉的趋势 在步步到来 美国快捂不住了 加拿大绿子也不好过 因为它抱紧了美国大腿 主人有难 当然要遭殃 2020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 世界卫生组织 作为一个为全能力健康福祉 而存在的国际组织 最近几个月 就因为替中国声传了一些事实 却接连的遭到部分国家的政治打压 除了那个动作不断的断供的美国以外 加拿大最近似乎也乐于加入到其中 加拿大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 据加拿大电视公司金律报道 10月30日 在加国国会的一致要求下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高级顾问 埃尔沃德 届时必须接受国会的传唤 并通过视频的方式 在国会上对各种问题进行亲自回答 谁说 埃尔沃德本人是加拿大人 但是他的身份 是挂职在联合国旗下的组织 加拿大的行为 倘若被大家纷纷效仿 那么 在联合国担任秘书长的伍特雷斯 岂不是天天的要看葡萄牙的脸色形式 加拿大除了强势的干预国际组织以外 召见埃尔沃德所拷问的问题 同样充满了浓浓的政治意味 众所周知 世卫组织是一个讲科学的地方 然而加拿大国会并不是把埃尔沃德请来抗议的 而是审问以下几个问题 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 为什么避开聊台湾加入世卫 世卫组织为什么与中国政府口径总是一致 为什么总是通过世卫组织传播错误信息 在加拿大国会所提到的内容中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对中国的极其不忠重 首先世卫组织成员基本都是主权国家 加拿大如果中守一个中国原则的话 就不应该问出这么纯的问题 其次加拿大国会似乎对于中国的抗议经验和效果 有着格外严重的不信任与启示 但不管怎么说 这是疫情的背后 越来越多的国家照已经施下了文明的面具 表现得更加势无忌惮 加拿大绝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当前全世界只有中国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重大胜利 这也是在中国集中全国力量 付出了产重代价之后赢得的胜利 而美国因为制大而使得疫情失控 为了转嫁责任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部分国家 都采取了嫁祸于人追者索赔的策略 欲把责任转嫁给中国 不仅让中国承担政治责任 而且还要让中国承担经济责任 开口就要中国赔偿数十万亿美元 美国这么做主要是处于以下目的 一是彻底的阻止中国赶超美国的趋势 化解美国的危机 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 当前全球只有中国有实力 有机会赶上并超过美国 美国必然会阻止中国发展 二是为了美国大选 最近数十年 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 都以中国话题 获得了选民的支持和关注 三是当前的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疫情反控 几乎都失败了 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转嫁危机 必须找到一个替罪羊 现在他们找的就是中国 是打败中国 一直是这些国家的战略目标 一旦打败了中国 他们所获得的利益 可能会让他们几代人都花不完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不会再有其他国家 对他们的地位构成威胁 感谢大家